上集说到 魂天帝成功召唤出斗地洞服 一头神秘生物突然从岩浆中飞出 朝着硝岩怒追而去 尽管硝岩极力抵抗 但是生物依旧纹丝不动 逼得硝岩只能自爆肉身逃走 幸好紫岩及时赶到 将硝岩体内的自爆之火熄灭 魂天帝本想帮竹鲲挡住古猿 让竹鲲放心杀硝岩 但此时的竹鲲双目之中只剩下紫岩 冷哼一声让魂天帝滚一边去 随后朝着太虚古龙长老团大喝一声 竹火 你个混小子 可还认得本皇 太虚古龙长老们怒骂竹鲲是狂妄之徒 居然敢占古龙一族的便宜 被这些长老怒斥 那神秘人也是一愣玄机感到哭笑不得 这么多年了 就算是以古龙一族的寿命 能够活到现在的恐怕都是少之又少 在众长老所谓 如今太虚古龙一族年龄最老的大长老 倒是有些错愕地望着那人 浑浊的眼中有着一些茫然与沉吟 紫妍告诉竹鲲 现如今自己才是龙族龙皇 见到紫妍开口 刚刚还一脸威严的神秘人顿时一致 就在古猿以为他要抱起伤人时 却是没料到 他仅仅只是肝大的搓了搓手 连连点头 你说的对 你当龙皇是正确的 你的确该当龙皇 见到他这般模样 包括紫妍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玄机面露古怪之色 这家伙莫名其妙的 紫妍看事情还有缓和的余地 就希望竹鲲不要插手双方大战 竹鲲自然是全部答应 随后说紫妍与母亲长的真相 听得此话 紫妍脸颊顿时一变 无法置信地望着面前的男子 而当他的目光看清楚 后者的那对金色双瞳时 心中深处却是生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这种奇异的感觉 让紫妍娇轻微地颤抖了起来 他迎牙轻咬着红唇 突然伸出玉手 一把抓住面前之人的手掌 双手接触璀璨的金光从两人体内涌出 最后在两人手掌交汇处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一种极端恐怖的威压蔓延而开 正正地望着那完美交汇的金光 紫妍眼光剧烈地波荡了起来 瞬息后 他突然触电般地抽回玉手 美眸盯着面前一脸柔和的男子 眼神却是变得冰冷了许多 萧妍见到这一幕 从那神秘人的身上 他感受到了与紫妍完全相同的血脉之力 两人之间必然有着血缘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很有可能是妇女 这神秘人 便是那失踪了数千年时间的 太虚古龙一族的老龙皇 望着紫妍突然间冰冷下来的脸色 紫禁头发的男子 竟然是有点无措 他显然对于这种情况很没有经验 当下只能不断地搓着手 娜娜地看着紫妍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此发女子倔强地站在面前 说自己无爹无娘是个孤儿 在说这话时 眼中却是有点不争气地有着泪珠在翻腾 竹坤立刻道歉 并将自己被驼射古地设计的事情说了出来 只要紫妍不哭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周围的人同样是鸦雀无声 显然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上演的哪一处 至于古龙一族的长老们 则是完全呆滞了下来 一个让他们心神颤抖的念头涌上心中 紫妍盯着面前搓着手有些憨厚的中年男子 突然伸出欲植指向远处的魂天地 声音中带着一点敌音 那把他杀了 行不行 闻言 中年男子先是一正 玄机双眼之中陡然涌现凶利之色 此时此刻 那一只脑子江湖的烛火长老 此刻终于是清醒了过来 而他也终于是从遥远的记忆之中 搜寻出了那一张与面前的人相仿的脸床 当下身体激动得不断地哆嗦 甚至都有些老泪纵横了起来 其他的古龙一族的长老 面面相去着 眼中都是有着激动之色涌动 谁也没想到 传说中的上一任龙皇居然依旧活于世间 如此一来的话 古龙一族的实力无疑是将会突飞猛进 一看到是有飞敌 古元立刻打招呼攀关系 这等强者多结交总归没有坏处 烛火长老随后跟竹坤解释 萧炎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大恩人 多次解救龙岛 若是有什么误会 还请竹坤能够放萧炎一马 竹坤把太虚古龙一族的事情了解之后 额头直冒冷汗 没想到萧炎在子言心中地位这么高 刚才差点酿出大火 赶紧给萧炎回话 让萧炎称自己为伯父就行 随后转身锁定魂天地 见到这突然逆转的局势 面色难看的魂天地也是冷哼了一声 手中古玉 突然暴射出一道璀璨的光柱 光柱自天空掠下 直直地射在了那古老的石门上 经过先前的凝聚 他已是将古玉催动到极致 随着光柱的射下 那紧闭了万载时光的古老大门 突然缓缓地蠕动起来 一丝丝的裂缝浮现而出 裂缝越来越大 片刻后古老石门 终于是在一道嘎嘎的声音中 缓慢地对着两侧一开 在古老石门开启的刹那 一股源自远古般的古老波动 猛然自剧门之后闪略而出 在这等波动下 双方大军皆是如遭重击 直接是被震乱阵刑 一些实力不计者 更是被震推到了万丈之外 古玉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那缓缓开启的古老剧门 手心中满是汗水 竹坤也是有些失神地望着这一幕 他被困在那片空间中 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打开洞府 但最后却都是毫无收获 时至今日 他也总算是见到了这一幕 竹坤向古元介绍 这都递洞府之内的宝物 里面有一枚地品出单 吞下之后就能晋级斗底 竹坤让古元做好准备 等下第一时间冲入洞中 抢走地品出单 二人联手一定要将魂天地击杀 萧炎看着陷入纠结的子言 拍导他竹坤也不是故意不管你 我去过那个空间 他一个人在那里关押了数千年 也挺不容易的 子言默默地点了点头也不说话 萧炎贪了贪手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这些事还是得他自己想开 萧炎与子言说话间 那巨大的古老石门之中 传出的波动也是越来越凶猛 在波动传出的时候 那巨门的缝隙也是越来越大 到最后终于是在一道巨像下 彻彻底底地稳固了下来 古老石门之上 突然泛起起弃异的波纹 玄机空间扭曲 巨门之中 凝聚成了一方仿若透明般的通道 一见到那透明的通道成形 浑天地与虚无吞颜也是化为鸿芒 快若闪电般地冲进了那通道之中 见到这一幕 萧炎也是一声低贺 流星感约一般顶着那种浓郁的威压 直接冲进了通道之内 在其身后双方的强者也是鱼怪而尽 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这一片奇异的空间 令得整个空间都是变得雾气茫茫 这片空间寂静无声仿若安静了数万载 在这不知边际的茫茫空间中 漂浮着一块陆地 陆地毫无借力地悬浮在空间中 宛如空中楼阁 弥漫万载的估计在今日却被突然打破 萌萌的空间中空间突然扭曲起来 旋即一个巨大的空间通道浮现而出 一道道身影 骤然自其中暴力而出 最后尽数落在了那一片陆地上 萧炎的身形刚刚落到地面 目光便是急忙四处扫动 不过在探测时 他却发现凭借他递进灵魂的强横 居然都是无法探测到千丈范围 显然这里对于灵魂力量 有着不小的压制 虚无吞颜看了古猿等人一眼 然后视线转向这片空间 眼中有着许些奇特的波动 然后他低声说了一句 直接是率先带头对着远处暴略而去 在其身后 魂天地以及魂族的强者也是急忙跟上 竹坤看到是虚无吞颜带头 立刻让古猿跟上 两拨人马在这辽阔无尽般的陆地上全力奔驰着 宛若流星雨一般飞快的自天空飞华而过 这般奔略足足持续了将近十数分钟 那最前方的虚无吞颜等人 方才逐渐地减缓了速度 在他们减缓速度时 古猿消炎等人也是迅速追上 然后望着面前那辽阔平原上 所出现的一个古老石垫 眼中皆是有着火热闪烁 石垫寂静地矗立在辽阔无尽的平原之上 一股古老的气息荡漾而开 在石垫之前有着一片巨大无比的广场 在广场的两侧 耸立着一根根足有数千丈庞大的晴天之柱 一股巍峨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 两方人马都是隔着一段距离 然后各自占据左右两侧 迈开步伐 谨慎地沿着广场而行 这片广场面积极为辽阔 众人走在其中 就如同行走在沙漠的蚂蚁一般难以望见尽头 行走间消炎的脚步突然一顿 他偏过头 望着前方不远处的一根石柱顶端 在那里有一团深黄色的火焰在生腾着 消炎几乎一眼便是看出这是一种异火 而且若是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是一火榜上排名第23的玄黄炎 不过紧接着 消炎眉头便是皱了起来 这的确是玄黄炎不假 但却是显得极为的弱小 那种模样 就仿佛原本一火之中的力量 都是尽数地流逝了一般 在消炎迟一间 他肩膀处突然有着火焰凝聚 然后小一便是闪现出来 他望着这一片安静的广场 眼中却是突然涌现一些茫然之色 对消炎说这里好熟悉 消炎眼盲急速闪烁 问小一这是怎么回事 消炎茫然地说到自己曾经来过这里 消炎面色变换不定 谷地洞府乃是第一次被打开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谷地洞府开启的消息 当听得小一说以前好像来过这里时 消炎第一念头就是感到有些荒谬 但紧接着他又是想到 因为心神相连的缘故 消炎不可能对他撒谎 消炎眉头紧皱着步伐跟上众人 此刻的其他人 也是发现了石柱上的异火 不过这一伙排名太过靠后 因此也没人太过注意 然而就在他们继续前行了不到百丈距离时 又是一个擎天石柱出现 石柱上同样是有着一团火焰生腾 越往前一伙的排名就越高 消炎需要去验证一个答案 加快速度朝着广场深处飞奔而去 两拨人马飞快地奔驰在辽阔的广场之上 半场后所有人的身形都是陡然停了下来 此刻的广场已是逐渐地到了尽头 而当一伙榜排名第四的经地焚天炎过后 又有着两根擎天石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望着那两根显得尤为巨大的石柱 所有人都是在第一刹那 将目光投向了石柱之顶 然而这一次却是并没有再见到一伙生腾 石柱的顶部罕见地变得空空如影 想象之中的净莲妖火以及虚无吞颜 并没有出现在上面 这也就是说 在驼射谷地的收藏中 似乎并没有这两种一伙 见状众人轻叹了一口气 似是有点惋惜 消炎摸着净莲妖火然后看向虚无吞颜 却是发现他也一脸茫然地盯着那最后一根石柱 脸庞上的神情显得有些古怪 看着虚无吞颜那有些诡异的神情 一个令的人头皮有些发麻的念头 突然缓缓地从消炎心中升起 不是驼射谷地没有收藏净莲妖火与虚无吞颜 而是他们两个从这里逃走了 这个念头刚刚自脑海中滋生而起 便是迅速地蔓延到了消炎身体的每一处 再也无法将其甩脱 消炎有点惋惜 要是这些一伙还在 自己将这些全部吞食 实力一定能够达到极为恐怖的地步 魂天地也是将目光从石柱上收回 望向一旁的虚无吞颜 低声 地品出单那 虚无吞颜偏过头 目光望着广场的尽头 那里的石垫 此刻正处于浓郁的雾气之中 令人无法看清其中景观 虚无吞颜嘴巴一张 一股犀利暴涌而出 直接是将那弥漫的雾气尽数吞噬进体内 而随着雾气的散去 巨大的阴影突然将广场所笼罩 众人急忙抬头 却是惊骇的剑道 一座足有万丈之高的石像 竟然便是这般突兀地出现在了他们的眼球之中 石像是一老准模样 那容貌硝烟等人已并不陌生 正是古地洞府的主人 那位传说中的驼射古地石像 矗立在天地之间 散发着一种驾灵天地般的至强气息 在那等气息下 就算是硝烟等人都是如遭泰山压底 在石像的周围飞舞着众多的光团 远远看去无比的绚丽 数以百计的天阶功法与斗技 这等宝藏 就算在场的都并非常人 都是不由地加重了一些呼吸 天阶功法与斗技 就算是在古族与魂族之中 都算得尚是颇为稀少 然而在这里却如同白菜一般随意地漂浮 这片空间 好久都是没有如此的热闹呀 突如其来的苍老声音 直接是将所有人都是害了一条 目光急忙一转 最后凝固在了石像肩膀处 那里一道苍老身影副手而立 目光平淡地注视着下方众人 那般眼神如同注视着蝼蚁一般 目光一扫到那身着朴素袍服的老者 硝烟等人顿时惊骇失声 后者那般模样居然与石像一模一样 驼射古地居然没死 所有人心中顿时冒出一股凉气 就连魂天帝也在此刻双手冷汗直流 立刻询问虚无吞颜怎么回事 驼射古地怎么还在洞中 那么大家知道这名老者的真实身份是谁吗 拥有什么样的实力呢 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讨论 由于篇幅问题 本期的内容只能先到这里 后续剧情会尽快更新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